好 很 愧不感当 知道你是冠军那一刻你心里是怎么想的 感觉你好有点闷 就是觉得特别神奇不可思议 然后愧不感当 先恭喜一下别气得那么紧张 你什么就像什么样一样 你就count down count down 开心吗 还是开心的吧 对 挺开心的 但是没有奖金 会不会互动在车前使用 可以把那个 但是那个牌子是贵金属 那个是牌子 OK OK 这牌子容额典当 这段应该可以用了 那有一个第一个新闻点get了 容额典当 去哪里典当 我想问一下王老师 你今天得冠 你觉得是你身上的什么特质 你觉得是什么特质吸引的年轻人 是因为你宅男的属性 还是你的音乐性 我觉得大家可能 从我这身上看到了他们自己吧 然后就支持我 就像支持他们的自己 我想问一下大男啊 就最后看你哭得特别夸张 然后感觉就是 我也看到你取马国欣的牌子 疯狂的给马国欣打了 我真的看到了 身旁我看不到 还就 好啦你什么问题 就是你哭的特别那个是 是什么原因 是跟他们是一位感情 还是觉得这个解释 因为马浩跟莎莎就站在我对面 让他们两人的狂哭 然后我就一下被感动 因为我看到工作人哭 我就会有点忍不住 后来我刚回看的时候 我看到我在哭的时候 杨幂在和孟子坤他们在笑 哈哈哈 哈哈哈 OK的OK的 所以我就是我一个人 就是各色的脸上 各色的妆 哈哈哈 所以我刚刚就看了那个截图 说张大大有 有有有是吧 下一句是没人记得你的模样 哈哈哈 哈哈哈 很感动了 你相处很久 你呢 很感动 哎 你为什么不画 哈哈哈 我听毛老师